大家新年好,我是小杜 2020年已经迈入,回过2019年 我国在取得的经济成就令人瞩目 根据统计,我国广东全省 2019年在GDP10.5万亿元以上 同比增长6.3%左右 这意味着广东率先机身10万亿GDP俱乐部 连续31年稳坐全球经济第一大省的宝座 而且与江苏、山东等经济强省进一步拉大差距 广东作为全球经济第一省再无悬念 其中广州、深圳两个城市GDP均已超过2万亿元 佛山2019年底跨入1万亿大关 东莞正在加速逼近万亿大关 从珠江三角城市圈看 广佛照、深晚会、珠中江三个都市圈既相互融合又特色鲜明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处形一线 而广东省内坐拥深圳、广州、佛山三个万亿GDP城市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 全球贸易环境遭遇新形式 广东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放大 根据2019年财富杂志统计 世界500强中有13家企业来自广东 且民企占据主体 华为、郑威、广汽、美帝、格力 这些世界级知名企业均分布在珠江口两岸 成为广东最亮眼的名片 从世界银行统计的各国GDP来看 而如果将广东放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来比较 超10万亿的GDP总量 广东以一省之力就足以位列全球第13位 紧追韩国 接领先于澳大利亚、西班牙、荷兰、瑞士等一众发达国家 广东一省的GDP总量已经超越全球90%以上的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、西班牙、荷兰、沙特、瑞士等国 难怪有网友说是富可敌国 而富可敌国的可不止广东省 截至目前 紧随广东省的江苏省和山东省 尚未公布全省的相关数据 但结合历年的数据趋势 这两省稳坐榜眼及叹花之位 已无悬念 此前排在全省第四、第五的浙江省和河南省 在2019年各自首次实现了GDP突破6万亿元 和5万亿元的大关 换算成美元分别为0.87万亿美元和0.72万亿美元 浙江省与全球排名第17的荷兰差距进一步缩小 而河南正好可以超过瑞士全球第20的位置 这也意味着 中国有5个省份 能与世界前20强的经济体匹敌 不难想象 随着国家将经济发展视为重中之重 人民生活也将越来越美好 感谢收看民度军舞 下期见